大家早安,我是賢君 如果你遇到一個長得和你一模一樣的人 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你會和他當朋友哦 和他交換身份一陣子 還是會拍個照紀念一下就好了呢?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只會拍個照之後 我就不會接近他了 因為我應該會去觀察他 而當我感覺他很糟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我是不是也這麼邋遢 打擊我所剩無奇的自信心 可是如果他看起來很棒 會讓我覺得明明就長得一樣 為什麼他會這麼優秀 再次摧殘我的心 所以我會選擇不要接近 長得和我一樣的人 大概就是這麼可悲的狀態吧 而我之所以講這些 是因為我這次要帶大家 回顧蠟筆小心的電影版 這次要講的是蠟筆小心 第二部的電影 不理不理王國的秘寶 那既然我的情言也講完了 那就直接開始回顧吧 這次電影一開始的場景 是在一個不知名的王宮 有一群看起來訓練有素的怪人 偷偷的潛了進去 把正在睡覺的王子抓走 不過他們還是被警衛們發現了 而被發現後 他們決定正大光明的乘著氣球離開 警衛的隊長看到這景象 就要他的部下不准開槍 怕他們打中王子 於是他們決定看著 這氣球慢慢飄走 不做任何事 但這氣球這麼大又這麼近 比我新訓練習打靶的 20公尺靶場還要好打 更不用說建設的100公尺 大不了下面鋪個墊子 再打爆氣球 王子就不會受傷了 所以這個警衛長 如果不是討厭王子 應該就是個混飯吃的 在這之後的故事 就到了演員一家 有一天小新 跟著他的媽媽一起去買菜 在路上剛好遇到 一個抽獎活動 他們說他們買了這麼多菜 所以可以讓他們抽一次獎 而小新居然轉出了投獎 讓他們獲得了 可以去不離不離王國 玩六天五夜的資格 不過其實抽獎箱裡 全都是投獎 在小新他們離開後 有人想要來抽獎時 還被他們給趕走了 但這些事 小新他們都不知道 美牙還為這件事 開心到不行 不過當美牙 向廣之傳達他的喜悅時 廣之的反應卻是 總之他們幾天後就出發了 他們上了一架 有著白蛇圖案的飛機 飛機上幾乎沒有乘客 除了演員一家以外 只有另外兩個乘客而已 但卻有好幾個帥氣的空服員 不過當他們在睡覺時 有個聲音一直在叫他們起床 他們起床時 眼前就是一群怪人 而那維二的客人 也站起來和他們說 他們是秘密組織白蛇幫的幹部 不過既然是秘密組織 那麼大聲講出來真的好嗎 總之他們掏出了槍 要他們把小新交出來 但小新突然變成露屁屁外星人 嚇了他們一跳 他們就趁機逃掉了 接著他們在倉庫裡面 找到了降落傘 趕快跳下了飛機 最後他們就跳到了一個叢林裡面 剛剛在空中時完全看不到這叢林的鏡頭 所以只能漫無目的的到處走了 但是走了老半天 旁邊的景色 只是從原本的樹 變成別的地方的樹而已 食物和水一直剩一些到 即使小新苦苦哀求 廣致也不給他 於是小新就到處看有沒有食物 這時他發現了一隻猴子 他的手上有一根香蕉 小新就一直專注的看著他的香蕉 被看著香蕉的猴子感到很困擾 只好讓小新吃他的香蕉 於是小新就吃了他的香蕉 但沒有想到吃一次是滿足不了小新的 結果他又吃了一次猴子的香蕉 這讓猴子有點承受不住 在小新吃完他的香蕉後 兩個人都臉紅了 不過被吃兩次香蕉的猴子 最後身體無力到尾巴都垂下來了 哼 雖然我是完全照著畫面上的劇情講的 但是一直有種怪怪的感覺 應該是我的錯覺吧 後來小新回去時 他的爸媽也正在散發著青春 而當他們問其那猴子的事情時 他和猴子卻紅著臉什麼也不說 所以他們也不想知道了 接著猴子想要為他們帶路 大家就跟了上去 猴子最後把他們帶到了有著奇怪建築物的地方 原來他的家人們都住在這裡 本來他們對人類懷有敵意 但在小新的砍化下 他們就放下了戒心 之後這些猴子請了演員一家吃了一頓飯 到了晚上 被吃香蕉的猴子 也同樣在小新分他吃東西的時候 把他的東西吃完了 但是差別在猴子有感受到罪惡感 於是他把一個遺跡裡的東西送給小新 而西安娜就是個豬鼻子形狀的石頭 但小新還是收得很開心 隔天他們向猴子問路 終於得到了一個缺陷的方向 順著這方向讓他們找到了一條河 廣誌說河邊一定會住人 所以只要順著河流往下走 就可以找到城市或村落之類的地方 後來還真的看到了一條鐵路 他們就上了火車順便飽餐了一頓 而在他們吃完飯後 突然有個女的跑了過來 她很開心的稱呼小新為助之心王子 是個女的自稱不理不理王國皇室親衛隊的少校 露露露露露 她把小新抱起來 本來想訓斥剛剛對小新出言不訓的演員一家 但是再看了一次小新的臉 讓她感受到自己的錯有多離譜 之後她聽到了小新他們前面遇到的事 得出了之前那火人恨綁架王子人 應該是統一火人的結論 不過她的夥伴就在下一站 到時候就會把他們家保護起來了 他們的冒險也就會到此結束 而她一說完這插旗一樣的話後 白蛇幫的人就像是配合她的話一樣出現了 他們光是在人數上就顯現出了優勢 不過這個少少和之前那個混飯吃的隊長 不一樣 她一個人不但打倒了所有手下 連幹部連手都被她一個人給擊退了 這時敵人又跑出了一個標型大漢 她是白蛇幫幹部哈布 她和露露過了一招之後 看露露時力不足 所以決定使用真本靈 多用一隻腳 有道理 兩隻手不夠就用腳湊數 雖然她只能用單腳移動 但是她就靠著是招打倒露露 打倒她時她連確認都沒確認 就說了一句 死了吧 不知道她到底對拳頭這武器多有自信 而小新那邊被噴了催淚瓦斯 就讓小新被抓走了 而且敵人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還飛到窗邊讓他們看看被抓著的小新才離開 而那個死了吧的露露 沒多久就爬了起來 她起來後先把之前敵人丟到小新書包上的發現器破壞掉 並且聯絡了她的同伴派遣直升機追捕他們 不過她的同伴連露臉的機會都沒有 就被敵人全部打爆了 敵人就這樣直接回到了他們的潛水艇 再把小新關到了牢房裡面 而在牢房裡的人長得和小新一模一樣 他就是露露說的住之星王子 小新看到他第一眼的評語就是 你長得好帥 兩個人就這樣成為了朋友 隔天白蛇幫的人到了布里布里王國的聖地 傳說中這裡有個寶藏 唯要打開這扇門的鑰匙就是小新跟住之星 他們把小新他們塞進鑰匙孔裡面 就打開了這扇門 開了門之後他們就對小新他們說 你可以回家啦 不過住之星為了不讓他們拿走寶藏 還是跟了上去 結果被他們當作試驗機關的人 但最後只有沒有長相的角色被機關除掉了 在尋寶的路上 王子跟小新說 這個宮殿一直以來都禁止任何人進入 據說那裡藏了一千頭大象也搬不完的寶藏 但如果有人想來把他搬走 靈魂就會受到詛咒 所以絕對不能進來這裡 不過說著說著 他們也走到了宮殿的最深處 這中間有著黃金座的建築物 但到了這裡 他們的老大卻不想讓他的手下靠近 之後在哈布的提醒下 他們爬上了這建築物的樓梯 另外兩個手下也帶著小新他們跟了上去 當他們爬到頂點時 眼前的是拿著一個奇怪花瓶的老大 老大還開始跳了一段奇怪的舞蹈 跳完之後瓶子裡跑出了一隻超大隻的豬 這隻豬說他可以實現他的一個願望 老大就說他想要力量 豬就回他要多大的力量 他就回說他要能讓全世界人都臣服於他的力量 豬又問他說到底要多大的力量 小新就說他要撥爆新聞的小宮葉子的簽名 結果這隻豬就飛走了 這讓老大一整個怒法衝關 雖然他沒有頭髮 讓這個成語顯得有那麼一點歧視 不過豬魔神不會在意他的想法 他依照小新的願望 飛到了正要撥爆新聞的小宮葉子旁邊 他跟小宮葉子要他的簽名 小宮葉子不但很冷靜的答應了 還要求豬魔神接受他的專訪 非常令人佩服的工作態度 所以不離不離魔神就被暫時留在日本 而失去魔神的老大現在只想要把小新宰了 當他下指定時 他的兩個手下卻因為他對他們的態度一直很差 不但把骯髒事都丟給他們 又想獨吞寶藏 所以他們決定叛變了 而這時露露也突然出現了 原來他也在敵人身上放了發信氣 讓他可以一路跟過來 連小新的爸媽也跟著過來了 於是大家就開心的團聚了 這時老大改成尋求哈布的幫助 而消失一段時間的哈布也拿了一個瓶子走了出來 他表示其實瓶子不止一個 不過這瓶子是不會給他的 而且他非常討厭這個老大 他甚至說出了 如果你還有一點自尊心的話 就自己一頭撞死吧 這種話 但說完這句話後 他就跳了一段讓他看起來也沒什麼自尊心的舞蹈 而這次瓶子也就跑出了一隻烤焦的烤拳黑色的布里布里魔神 正當哈布打算許願的時候 大家都衝了上來 吸嘴巴舌的講著自己的願望 這時老大靠著 那是什麼啊這一招 轉移了大家的注意 而這次他學乖了 許下人要魔神把他的力量通通轉移給他的願望 結果魔神就跑到了他的體內 得到力量他一回頭就對背叛他的哈布說 哈布 從今以後你不能當人 於是他成為了吸血 老大的傀儡了 眼看情勢急轉直下 露露就要求如果他打贏哈布 就要放走其他人 老大答應之後 他就向他的師父請求保佑 並換上一套戰鬥服裝 而這次認真起來的他 面對哈布的必殺技 也還是能保持優勢 然後在最後把他給打倒了 而且怕他是裝死 廣至還用他的腳確認他有沒有醒著 而他還是沒醒來 但是正當他們以為他真的昏倒時 他卻又站了起來 所以他和露露又繼續戰鬥了 不過在旁邊觀戰的老大一副吃壞肚子的樣子 然後突然從這個建築物跳了下去 露露就趁哈布分心時把他打暈 打算帶著大家逃走 老大卻變成了一隻大怪物打算攻擊他們 這時去要簽名的魔神剛好回來了 他本來要把簽名給小星 但老大看到他就一整個不高興打算消滅他 而魔神倒是一心只想著把簽名交給小星 他們就這樣各懷心事的打了起來 而看著他們神仙打架也不是辦法 王子就說只要有傳說中的鑰匙 就能夠讓魔神回到瓶子裡 但是鑰匙有兩把他只有一把 而小星從猴子那邊拿到的就是另一把鑰匙 於是他們就把鑰匙插進了鑰匙口 讓魔神回到他們瓶子裡面 而且老大還帶走他的替身使者 不過這鑰匙還會讓這遺跡被永遠封印起來 所以這遺跡也漸漸開始崩壞了 而且這遺跡就漸在海底 當大家正感到驚慌失措時 露露就要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他的衣服也是救生艇 所以他就載著大家逃離了這個地方 讓這個事件有了個好結局 除了小星 因為他還是沒拿到簽名 所以很難過 最後這部電影版 就在學會大象舞的王子的舞蹈中落幕了 好啦 終於回顧完這部電影版了 在我講我對於這部電影版的感想之前 我必須要說我對於蠟筆小星的電影 印象已經不是很深刻了 在做這支影片的現在 我剛重看完蠟筆小星前五部的電影 每次看完的時候都保持著 這劇情我又有一點印象 啊 這個場景我記得 但是基本上完整的劇情全忘光的狀態 而如果你問我現在說這件事的重點是什麼 我會告訴你 呃 沒什麼重點 但是看完這五部電影版後 我覺得這一部電影版 算是這五部之中表現最差的一部 當然這裡的最差是比較出來的 整體來講我不會覺得這一部電影難看 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就只是普通 並不特別好看 我覺得這部電影還蠻可惜的 這電影最大的亮點 就是有一個和小星長得一模一樣的角色 不過他並沒有把這個亮點發揮得很好 像是讓兩個人交換生活啊之類的 可以讓這個特點繼續延伸的劇情 但是可惜的就是他們兩個長得一樣 只是為了製造出 演員一家這次會遭遇危險的契機 就只是這樣而已 還蠻可惜的把這個 只能用一次的好玩的要素 就這樣子浪費掉了 而且大門的鑰匙 居然是把兩個人直接塞進去 我真的覺得這畫面太荒唐了 這鑰匙恐是古代人預測到 未來會有兩個長成這形狀的人所製造的嗎? 而且還有時間限制喔 再過幾年他們兩個長大的話 這個門就再也開不了了喔 開門這個橋段我一開始只覺得荒唐 可是後來真的是看幾次笑幾次 除此之外 這部電影本身的劇情也比較普通 劇情發展也是簡單直白 而反派也是智商堪憂 雖然我看完前五部蠟筆小心的電影後 已經理解到這部作品不只是敵人笨 基本上大家都笨 但是這次的敵人一個被自己的布下騙 一個好像很聰明 卻在大家面前叫出魔神 讓自己最後變成了傀儡 再加上他們就只是單純的壞 單純的草人厭 其他蠟筆小心電影的反派不一定只是壞 就算只是壞也多少有他的特色 但是這兩個就是普通的笨壞人 沒有一個好的要素 同樣是反派的另外兩個手下雖然也笨 明明可以趁著小心在睡覺時抓他 卻還要把他們叫醒後再自爆升家 但他們還算有自己的個性 又不單單只是壞人 至少就比那兩個討喜多了 所以整體來講這一部電影我並不會特別推薦 不過從上一部開始 我就感覺到蠟筆小心的電影一直都有一個看點 就是他的動作場景一直都很優秀 每一部他的戰鬥畫面都非常的流暢 是會讓我非常訝異 這居然是快30年前的作品 而且重點是他有很多集 基本上真的是瘋狂打架 會讓我感覺到他的經費真的是多得不可思議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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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還有機會 來看看 可喜